我忘了補妝 獨家 食材 荷蓮粉 美女廚房 食材 我們今天有兩個 因為我們不看 我還沒看 我們有恭喜 有發財 我一直都是一個發財 她一直都是恭喜人 我是髮容 當然是發財 你恭喜 你算是發財 然後你恭喜我 我發了你便發 我們是特利是 對 選哪一種 只能夠選一種 我們才會做不同的菜 即是你做一味 我做一味 你做恭喜還是發財 恭喜 當然 我特利是 我三個很淒涼 我不發財 我可不可以 你偷看 我要發財 我要發財 我先看看是甚麼 招藏進寶黃金蝦 你這個呢 我不懂 你不懂中文 我教你一下 萬事如意五福袋 中文是 普通話之後 萬事如日五福袋 對 我聽不懂 聽不懂 踩三分工 普通話 很害怕 大家按摩 招藏進寶黃金蝦 我是做蝦的 發財 你沒事吧 為甚麼都放在這裡 這是你 你經常欺負我 你不要欺負我 你不要欺負我 絕對不會 我不愛你 第一個叫油揚 是甚麼 油揚三片 油揚呢 其實就是甚麼 一會兒你就會看到 然後呢 豬腳肉 紅蘿蔔 還有 紅蘿蔔 菇 青雞湯 還有 甚麼魚湯 甚麼魚湯 一看就知道我們有辦法 一看就知道我們是大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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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啦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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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還說我欺負他 明明這塊是你的 隨便吧 真是過分 那你快點恭喜我 恭喜 發財 這次都真的很斬身 我們好像是第一次吧 其實我們兩個都煮東西很厲害 在不同的範疇 對 某幾樣菜是不錯的 譬如蒸東西吧 可以的 你平時最厲害是甚麼 我試過在蔡蘭的一個節目 做了一個冬菇屈雞 辣椒醬 辣椒醬會好一點 會惹味一點 痴摩痴養 我們是否真是刺摩刺養 我們唱我們的嘉賓 你真是刺摩刺養的一個人 然後蔡蘭說 是她一生吃過 最難吃的 最好吃的十樣菜之一 然後我還問她 不可能吧 你不是哄我開口嗎 她還沒吃過黃燕菇屈雞 黃燕菇屈雞 然後她說 我真的煮得好吃 她在這個年紀 蔡蘭真的喜歡美麗 她真的不需要再說任何謊 哄任何人開心 她說她自己的年紀 不需要哄 任何人開心 她真的好吃才說是好吃的 張先生其實呢 在我們拍拖的時候 煮過一次給我吃的 我很欣賞她煮食 她煮的那個叫做 胡鍋肉 嘩她真的煮得好吃 然後我也讚得她很厲害 但是進到廚房 是很可怕的 她做的那道菜 要十樣的東西 她每個碗 就放了一樣她的材料 在這裡 洗死我 洗得我很辛苦 然後我就覺得 你最好以後不要煮了 要不然就洗死我 我記得當時 我們一起在內地拍劇 然後阿俊就追Ada 當然經常叫我們一起吃飯 她經常追我 阿達也帶我去 然後每一餐都是辣到飛起 是啊 因為她兩個都喜歡吃辣 都喜歡 而我這個電燈蛋 就在陪她們一起吃辣 但你因為這樣 鍛鍊了你吃辣的技巧 需要技巧嗎 但不要咬到她 要的 我決定不要頭 你為甚麼不要你的頭 不要頭 好像容易煮 是嗎 其實有頭是香一點的 那些糕很好吃的 嗯 你有沒有煮東西給男朋友吃呢 有 我煮給男朋友吃的 很好吃的 因為用愛心煮的 批東西最好向外面 你向外面很容易批髒自己 而且就會很容易不好看 你看 多漂亮 當年我很小的時候 參加香港小姐 然後話說陳發炎姐姐 已經是一個冠軍 很漂亮的冠軍 我也是很緊張 看到姐姐 第一次看到我 你記得在哪裡嗎 在一間發炎屋 我還沒說完 然後我看到她進來 因為那間發炎屋 是贊助我們香港小姐 我那屆 也是我那屆 是嗎 我不知道 那麼多屆 然後我進去那裡 我還沒選 我應該還沒選 但已經是其中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 街禮 街禮 但我還沒選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等你讚我 快點說 我看到你 她就很雄雄華貴 很漂亮地走出來 被人家拿著頭 然後我看到她 我說陳發炎 大明星 那我就沒有出聲 很鵪鵬地坐在那裡 不出聲 一直默默地看著她 然後那個發炎屋 就走過來 喂 有人稱讚你 說你漂亮 我說 誰啊 他說 她說 不是… 陳發蓉 我說 真的嗎 不是吧 我開心 幾晚都睡不著 我真的開心 然後她走過來 跟我這樣 然後我 你見到那個時候 我們發水要動天 那些人不知道 我們兩個真是朋友 然後呢 我的粉絲就罵你 你的粉絲罵我 為什麼要罵我 因為兩個女主角 就是幫自己說話 那她就說 你是一個沒有飯吃的排骨 那你們有飯吃的什麼呢 我是躲在蒙鏡後的老妖怪 這麼不自鑑 是呀 我的粉絲都… 我的粉絲都… 我的粉絲都很痛 然後我們就… 太過分了 那時候呢 我們就… 幫著手出來 然後就說 我們真的是朋友 她是很有義氣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同一間經理人公司 那時候 很久以前已經是開始 然後呢 阿Mon呢 就聽到我 那時候也不太熟 但她聽到有人說我 還是我一個好朋友 然後她就 告訴我 因為她覺得很心痛 她是嗎 記得嗎 記得 那我覺得 無論怎樣也好 我很感激她 我說我等你有一條兒子 還有英俊 那她不肯了 哎呦 好肥美好可愛 好美啊 哎呀 我這麼起你 真的這麼起你 哎呀 真的這麼起你 哈哈哈哈